李林处处有温情 三重光华里里长林军道 十分关心李明 前阵子发现里内有独居长者 身体状况不佳 就热心的提供协助 长辈经过复健 身体已经好了许多 因此很感谢里长以及志工的关心 李明张妈妈这半年一直出现晕眩 更常走路不稳造成跌倒 在独居的情形下是很危险的情况 好在光华里里长 平时十分关心李明 也带他前往医疗机构 做了后续的许多协助 我坐着要等领药的时候 他坐在我里他也突然间这样 就是比较不平衡 对因为他耳根 医生整日他耳根已经有断力 所以他不会有阴险的问题 他当初以前没有去 没有拿到这种药 他吃了以后他就差点 二十多肉 来 当初因为走路不稳 里长二话不说地抱起李明协助行动 加上还有里内志工的关心 如今虽然速度不快 但是已经能够行走 里长和志工们的照顾 让他相当的感动与感谢 在这里也很多年了 然后就是这个长者就像妈妈一样 以前我在做酱料的时候 他因为住在楼上 以前身体比较好 他还会很关心的说 杨太太啊 你相吃饭吗 就像妈妈一样 所以看到他生病很不舍 所以还好就是说 里长就是很热心 要不然他可能这一关 真的是脱不过 现在已经过了 已经过关了 现在身体好了 这个也是一样 两个都这样照顾 两个都这样照顾 拿东西、皮膚、花贼 这个人情我用 我都记忆心胖来 我买到买起来 不过目前却还有一个难题 张妈妈的租约 即将在六月份到期 需要尽快地找到合适的房子 因为我们要找的房子 第一就是说 符合说高妈妈可以住的 第一个最重要的 最主要的是价格 价格的部分 因为他本身 他经济就不好 他不好 所以必须要找房子 比较便宜的 比较便宜就是说 在第二点 因为高妈妈必须要住在我们里内 因为他对里内的人比较熟悉 他说我们在这儿经历 跟原房东沟通 希望大家能帮忙 高妈妈找房子 让他说不要再有后顾自由 这样子 邻里处处有温情 大家也希望张妈妈后续 一切稳定安康 记者沈志佑林家珍三重采访报导